几个年以前因为妈妈讨备 当我家乡第三顶打拼高龙五国欠 苏神山的五岭蜜座非常好吃 每到蔡淑琦一张由妈妈 亲手在前的蜜座手 每一顿都陪伴、切丁 就亲手印象妈妈的爱的同样 像这一颗来讲这个就OK了 当初因为妈妈讨备 马上退休等于第三顿高龙五国欠 经过当年的优先在北关里 苏神山的五岭蜜座不太大了 随分到第一顿也经过 其中都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我是民国一百年回来 是妈妈医生判肺腺癌 所以我立即退休 退休回来一边照顾妈妈 一边整理这一片的早园 十年来大概产量都状况的很好 所以我们这个是顺天静地 然后友善管理 所以保证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 这个蜜枣的喜新就是每一年需要把它锯掉 那它会重新长出来 就是有那个生命力 婆婆看到她自己种的那一颗 竟然蜜枣这么大颗像苹果 所以她非常的高兴每天都会过来这边 看她种的那一颗蜜枣的成长 那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希望之枣 因为给婆婆带来希望 那这一颗每年就是最快的被采完 自己的家人回到这边或是孙子 就会感受到那个妈妈的爱 自妈妈过身后 这张蜜枣就是身为家人 跟妈妈之间最切的年纪 每一天蜜枣就清除烟熟了 妈妈对大家的爱 我和亲也想要种在滴滴切切的好处 还有更多人来分享 你最想要差不多